火影就像一个小江湖 各类奇能意识应有尽有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火影里的那些玉兽专家 有哪些吧 最先想到的就是 犬种牙和赤丸这个组合了 犬种一家都是养狗专家 他们家族的秘书就是灵敏的嗅觉 以及擅长人犬类人数 赤丸从小就和牙行影不离 也是为了培养两者之间的默契 所谓秘书 那就必有过人之处 通过从小到大的训练 牙不仅可以变身成为赤丸 赤丸也可以拟人化 后期甚至两人能融为一体 变身双头狼 犬种牙 可谓是养狗界尊师级别的人物 当然少不了和他一个班的游女之男 他也是计坏虫的秘书传承者 游女一族那是发挥了 蛇脊未虫的奉献精神 直接用身体当虫子的巢穴 操控虫子用来战斗 虽然技术牛逼原地不动 就只用一只虫子 就击败了一头石尾的分身 但密集恐惧者对上他 估计才看一眼就投降了吧 再有就是齐拉比 虽然他是人助力 巴维也只是寄生在他体内 但是那么多人助力 能和尾兽成为好友 还能一起战斗的 真的是仅此一家 别无分好 就连名人都要向他学习控制尾兽呢 如果活影里有宠物协会 肯定会出现这几位的身影